大家好啊 昨天是周总理呢 逝世45周年 本来计划呢 录个视频 纪念一下的 但是呢由于 昨天太忙了就没敢做录视频 所以呢今天补录一个视频 专门来探讨一下 这个周总理的问题 主要聊什么呢 首先呢我想那个 对目前呢 比较流行的几个观点 非常一些 危害 非常大的一些观点呢 进行一下那个批判 这些观点呢 都是不靠谱的所以呢要进行一下批判 第一个观点是什么呢 第一个观点是说呢 周总理晚年周总理得病之后呢 是毛主席 不让他做手术 是故意害死了周总理 是这样吗 这是 毛主席 要害周总理吗 毛主席为什么要害周总理呢 首先来看动机为什么要害呢 毛主席 周总理去世了对毛主席 有什么好处呢 那 有的人说 那个周总理呢 功高正主 所以呢毛主席要害他 那我想请问呢 按照你们的逻辑 所以要是公高正主的话 那文革一开始的时候 为什么不把他打倒呢 为什么不和刘少奇一样 就 顺势把周总理打倒呢 这就说不通嘛 毛主席做毛主席不让周总理做手术 就是为了害他 是吗 所以毛主席自己对于西医 对于西医呢 就是有一种保守的态度 是 对他们是保守的 尤其是开刀做手术 他那个 他自己 毛主席自己病了呢 都反感了医生总劝他吃药 他自己都反感了 那个这种 让他 让他那个 一直吃药 他自己都不想吃 更别说更别说做手术了 他 他实际上最对于西医 开刀 开刀做手术啊 的治疗效果 是持观望态度 是保守的 所以基于这个心理 才不让周总理呢 做手术 并不是说为了害他 害他 他对毛主席有什么好处呢 先前 呃 陈毅呢 做手术 因为癌症呢 也是因为癌症呢 做手术已经 那个去世了 如果再做手术的话 呃 毛主席就会担心呢 担心 做手术不好的话 会不会那个 把 把那个周总理的病情恶化了 这才是他的主要心理啊 怎么可能去害周总理呢 为什么要去害周总理呢 这是第一个观点呢 第二个观点呢 是什么呢 呃 说 周总理去时候呢 呃 你说还是 这个观点还是说 那个毛主席是害死 把周总理害死了 所以要庆祝 那么请问 请问你 你这 编制到缓编这个谎言 连逻辑 基本的逻辑都不顾了吧 公告正主 呃 毛主席公 就算嫌那个周总理公告正主 那也是他的内心动机啊 他也不 他也会那个 他不会公开说出来啊 那他怎么会 等他呃 那个周总理一去世之后 毛主席就公开放编炮庆祝 这不是暴露自己的 暴露自己的那个动机了吗 你一方面说毛主席 呃 污蔑毛主席是什么 什么 独裁者 呃 有心机 又是又是什么 充满心机 恶魔 但是呢 另一方面呢 又说他 呃 放编炮庆祝周恩来去世 那这个心机表现在什么地方 那 还嫌他公告正主呢 那应该 就算 呃 他去世之后 那就应该 更应该做做样子了 那为什么还要放编炮庆祝呢 你这个里面的逻辑就不通吗 能这样说吗 你这编造这个谎言 连那个基本的逻辑都不同 都无法说服人的 这两个观点呢 纯粹的为了造谣 污蔑抹黑 挑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关系 编造的谎言 这种谎言呢 必须要予以反驳 连个三岁小孩子都 都不会信这种话呢 这种 这实际上 这这这种观点 之所以那个流行开来呢 实际上就是这种地摊文学 把地摊文学当做正式的 正式 当做真实的历史的 可事实不是这样啊 就是为了挑拨了挑拨两个人的关系 然后呢 还有一种观点呢 呃 就是那个 说 说那个周总理在文革期间的表现呢 软骨头 一副奴才 是奴才 没有没有封骨 不敢和 不敢和那个 毛主席 不敢和毛主席那个争论 不敢反对毛主席 是这样吗 周总理没有 呃 周总理和 呃 是不敢反对毛主席 是 是那个 毛木听从毛主席的话吗 能这样说吗 能这样说吗 首先 在文革刚刚开始的时候 那个 周总理就 因为这个 呃 彻底批判资产积极 路线这个 这个问题啊 资产积极反动路线这个问题啊 和 毛主席呢 有过争论呢 你能说 你能说 你能说那个吗 你能说那个 呃 周总理没有自己的 见解吗 没有 没有和毛主席 辩论过吗 说 说这种观点 实际上呃 说周总理不敢反对毛主席 他的意思 他的本质就是那个 公开反对 公开反对 公开反对才叫反对 就像 呃 彭德怀写万言书那样反对 那才叫反对 那思想里的争论 思想里的探讨 那就不叫反对 你你提这个观点不就是 你提这种 说周总理没有主见 没有软 呃 是软骨头 不就是想说明那个吗 说不就是想说明那个 呃 不敢那个 不敢反对吗 不敢反对毛主席吗 其本质还不就是 呃 希望那个 呃 共产党内部分裂吗 说呃 没有分裂的 然后你你就说 呃 周总理 是 呃 是软骨头 不敢反对 周总理也有自己的见解啊 怎么 每个人的 就像就 呃 先不说这些伟人了 像每个人都有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观点的 每个人观点想法都是不一样的 那放在周总理身上也是 也是一样的 你们只看到 呃 你们只看到那个 周总理不敢不公开反对毛主席 你就说 呃 毛主席呃 周周总理就是软骨头了 就没有自己的见解 能这样吗 他那个 呃 按照那个 金充吉啊 有个党水专家的研究呢 他他他他他在梳理那个 呃 梳理那个 历史资料的时候 他说什么的 在周恩来的工作台历上呢 常常写到这段时间找毛主席谈话 这个这个台历上呢 有这个记录 是经常找毛主席谈话 但是只有他两个人 只有他们两个人 所以呢 就没有详细记录 他们两个人 经常 呃 两个人 没有其他第三者在场 两个人在 在一起讨论 在这个过程中 他没有两个人 不会那个吗 探讨一些话题吗 这在呃 呃 这在都是 都是在双方表达自己的见解啊 周总理的意见 呃 没有反 没有反应出来吗 啊你呃 周总理没有公开公开反对毛主席 你就说他没有 没有那个 呃 疯骨了 就是软骨头了 能这样说吗 周总理不公开反对毛主席呢 实际上他是 呃 他是一个 从漫长的革命生涯中呢 总结出总结出的一套经验 是经验 是走步认识真理的过程 他认识了毛主席的伟大 认识了毛主席 是有惊人的见解的 是在呃 呃 是他的那个 呃 认识的 认识能力 判断能力 毛主席 呃 周总理认识到毛主席的认识能力 判断能力 是远超过别人的 远超过一般人的 远超过其他党内的 其他领袖的 所以他才不表示反对呢 在这方面 呃 毛主席 不是周总理对 博一博说的一番话 就很有说服力啊 给大家念一下这段话 那个 周总理曾经对博一博说呢 毛主席下局心要做的是 你可以表示反对 但不要轻易表示反对 在历史上有几次 我曾认为主席的决策不对 表示反对 但过一段时间 都证明他的决策是对的 以后我就谨慎了 不轻易表示反对了 那后来又有一次 我确信主席做错了 我坚决表示反对 但时间 却又证明主席是对了 因此 对主席的意见和决策 你可以反对 但不要轻易反对 大家从这个 从这段话中呢 就可以看出呢 周总理呢 对于毛主席是信服的 他是 他是认识到这个真理之后 才 认识到毛主席的判断能力 判断能力呢 认识能力啊 是异于常人的 异于党内的 一般领袖的 所以他才会 尊重毛主席的观点 坚决贯 毛主席的路线 方针 而不是什么 没有风骨的问题 软骨头的问题 这是他 这是他的 他认识到了毛主席的 毛主席的那种判断能力 他是信服毛主席的判断能力 他是在这个基础上 信服毛主席的 所以他才不反对毛主席 这并不是 什么没有风骨的问题 还有一种倾向呢 还有一种观点呢 就是 就是那个 就是美化周中力 借助美化周中力呢 来攻击毛主席 这种观点呢 呃 在国外还很少很少见 但是国内呢 这些人呢 有这种倾向 就是 把毛 把周中力呢 打扮成一个圣人 然后来借机攻击毛主席 有这种倾向呢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 其实毛周是一体的 毛主席和周中力是一体的 他们两个是不可分割的 借机 你美化美化周中力来攻击毛主席 你这实际上就是要反毛嘛 现在 现在一种观 现在一种主流观点呢 就是 把 嗯 就是 把那个 嗯 周中力呢 在文革时期呢 呃 打 打 塑造成一个那种 乡人 乡人卫国的形象 就是一心 呃 就是 忍耐吧 就是一个忍耐者 为了顾全党的大局呢 就是忍耐 就是变成了一种忍耐者的形象了 现在的主流观点都是这样弄的 然后呢 借机 来美化周中力呢 然后再来攻击毛主席 这种观点实际上本质上就是在反毛嘛 反毛的本质是什么呢 就是反共嘛 反毛和反共 呃 虽然形式上不同 但是其本质都是 反共的 周总理和毛主席的关系呢 就相当于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关系 他们两个是 呃 合二为一的 已经是融为一体了 你美化周中力来攻击毛主席呢 其实最终还是为了反共 有人说那个 有人说那个了吗 有人说 呃 我反毛不反共 我就是反毛 我不反共 是吗 毛主席的思想已经 已经融入到了共产党的血液里 你反毛 你反毛必然会走向反共 毛主席是共产党的一面旗帜啊 你反毛 不就是在反共吗 你在呃 即便你不承认啊 你反毛就是反共 但是你在反毛的过程中 你是不是在消解 那个在瓦解共产党的合法性 你在不断攻击毛主席 你是不是在瓦解 这个共产党在这个国家的 执政的合法性 毛主席这个思想被否定了 你觉得这个共产党还能执政下去吗 什么说什么反毛不反共呢 呃 这种观点呢 要不就是太天真 要不就是太愚蠢 还有就是太恶毒 太狡猾 太恶毒 然后借这种话来欺骗事 事实上大家都能看得清楚呢 反毛必然走向反共呢 无论你是呃 借什么名义的 借梅花周总理的来反共了 来反毛主席啊 他的本质上不就是都是在反共吗 最后呢我想强调一下 有些人呢在 那个 呃 这个人的关系啊要比 和毛主席亲密关系要超过周总理 这种话呢 这种随意随意的评价 毛主席和他人关系的这种言论啊 我觉得你事项里说说就算了 在公开场合啊你这种话还是要谨慎的说 这这你不能随便乱说的 你你必须 言而有据才行 你这个 你这平空就说 他毛主席和谁的关系要超过周总理 你这就是在那个嘛 空口白牙的说瞎说嘛 这种话不能随便乱说呢 你私下里说所以就算了 好了呃 今天这个视频就讲到这里 呃 那这个视频的主要目的呢 就是说 呃 毛主席和周总理呢 是 一体的 毛主席和周总理是不可分割的 你在纪念周总理的时候呢 不能厚此薄彼 更不能呢 既美化周总理来攻击毛主席的 这这种结果呢实际上 其本质就是在反共 反毛的结果 最终会走 反毛最终会走向反共 因为呢 毛主席的思想已经融入到了共产党的血液里 毛主席 你毛主席的思想一旦被否定啊 你共产党的合法性就没有了 所以呢 这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的 更是一个重大的政治政治问题的 所以呢 还是要慎重对待历史 我们的党的领袖的 这些人物的评价问题 不能那个信口开河嘛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